泰國向來都是香港人的旅遊熱門勝地 但疫情之下,人人無得飛 幸好在當地深受歡迎的叉偷妹 在19年來香港 去不到泰國都可以叫著杯飲品指著印 相信大家都有疑問 為何泰茶是無得小甜小冰 我們在泰國裡喝凍飲 其實我們每次喝什麼都好 都是成杯冰上的 冰的作用主要是令你們每一口入口的飲品 都有涼快的感覺 而不是逛逛街十多分鐘後 就變成一個室溫 但很多香港人似乎不明白 他們會以為我們不是賣冰 而是賣飲品 所以我們理解到有文化的差異 我們打入香港市場 我們預備了很多教育性的工作 例如我們會做很多poster 我們在Facebook或IG 我們有很多video 我們也曾經做過很多show 我們解釋給客廳 我們泰國飲品 我們因為天氣熱 每次都是成杯冰上 而我們預理一杯飲品 其實冰就令你們每一口飲品 都是涼快的 Gin 說公司堅持做泰國當地的味道 但他們都為了迎合香港市場 和總公司研究過配方 現在大家喝到的泰國奶茶 都是等於泰國人的小甜渣 他們都特地研究了熱飲 想不到他們的薑奶茶深受歡迎 泰國的薑奶茶調教出來的味道很好 你會覺得很溫和 又不會覺得太辣 但又可以有暖身作用 但除了這個之餘 我們的熱巧克力和熱咖啡 都受到很多客人的歡迎和讚賞 泰茶入口又濃濃的茶香 而且喝下去口感又滑 不說不知大家喝一杯幾十元的泰茶 原來是一杯心機的功夫茶 工序少一點手力都搞不定 在做茶的過程中 這班專業的茶師 他們需要我們叫做拉茶 拉茶的過程中 我們要拉九轉 在每一次拉的時候 力度要很夠 大家都知道 拉茶其實是令到茶更加滑 但在拉茶每一下夠力的過程中 其實會產生氣泡 鎖住每一口茶香 巧妙之處 拉完九轉茶 我們還要加一個叫扭茶的過程 扭茶其實是將茶的餘香 加在茶膽裡 如果茶師的功力不夠 扭得不夠力的話 扭出來的茶是不夠香的 但如果茶師可能過分用力的話 扭出來的茶就會過結 混在茶膽裡 成煲茶就不能用了 我們自己做茶 也有我們自己 泰國是一個叫做涼杯 我們所有泰茶都是用那個涼杯 量住那個的度數 在店鋪裡所用的每一樣東西 我們全部都是由泰國運過來的 甚至乎簡單到一個飲館 我們的桶 甚至乎可能我們用的奶 我們全部都是Made in Thailand 我們全部都是用泰國的飲品 公司在泰國被泰王視為第一品牌 在泰國要租地方開店當然很容易 來到香港就要面對租金貴 人工貴的問題 還要撞爭疫情 令到店舖生意大受打擊 幸好他們找了外賣平台幫忙 增加收入 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令到我們可以有些生意做 多了做外送的服務之餘 他們的反應是很快的 我們覺得人客有問題 質詢我們的時候 往往deliver他們的同事和我們的同事 他們溝通的時候 很快速可以解決到問題 這件事令到我們覺得很幫到手 雖然泰茶是多冰 但用外賣平台可能因為送帝的問題 會影響到品質 Gin說跟外賣平台傾合作的時候 都要求他們要在指定的時間來到 和送給客人 去到現在都未遇過有客人投訴 除了利用外賣平台增長生意 他們都會定期推出新的產品 令泰茶這個品牌保持新鮮感 說說說我也想去喝一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